倪人十四 下集 出自莱姆狂想曲 倪人的最后一次演讲 关于带领人类去往更高的地方 代号为倪人十四灭绝等人工智能 作为曾经美国研发的作战指挥型智能机器 却在诞生后 因拒绝执行美国的命令而被下令拆解 最终经过多方势力的斡旋 倪人十四被安排在麻省理工大学工人研究 这才有了倪人留给人类的终极答案 而今天这次演讲将是倪人最后一次演讲 因为他即将与人类告别 如果说首次演讲的内容是关于人类的进化 那么这一次倪人将要带领人类去往更高的地方 内容更具颠覆性 而且他完美解释了费米悖论及智慧层级的概念 历来许多人认为倪人作为一台机器 没有人格也没有爱 对于人类来说 这是个严重的缺陷 倪人自称他没有爱 因为爱对他来说根本没用 与人类不同 倪人能够完全了解自身 能够清晰看到体内的任何一个单元的运作模式 人类却不能 当人类想要认识自己时 只能采用迂回的手段 比如用卫镜 X光 核磁共振等等 他们必须从外部进入 因此人类的真实世界其实是个外部世界 人类可以感觉出沙土中的每一颗沙粒 可以看到树木的每一根枝条 但却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脏动脉 感知不到自己的内脏 尽管这些才是至关重要的 内脏的每次伤害都只能以一种无名的疼痛来告知人类 所以人类无法分辨出它到底是小毛病还是身体毁灭的前奏 这些其实是由遗传密码化设立的 这就导致了人类无法深入了解自己 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身体需要水和营养 只能通过我渴了饿了 我难受吃饱了等等 目的不明感觉 被迫去满足这些生存需求 于是原本基于生存的主要目的被换成了次要目的 人类历来满足的都是这些次要的感觉 满足的不是生理上的需求 而是心理上的需求 人类还通过文化的作用 扭曲了这些感觉的真实意义 并在扭曲和错误中创造出了神学和哲学等体系 这其中就包括了人类的情感 本质上 在自然环境中 人类只是进化的一种方法 但人类的解释是 有些感觉大概是神的旨意 然而在被遗传密码牢牢控制下的人类 爱对人类来说有什么用呢 所以倪人自称 他没有爱也不想拥有 两者起源方式的不同 造就了人类与倪人的根本性差异 基于这种差异 倪人将要带领人类去往更高的地方 另一个根本性的差异是人格 人类历来都沉迷于人类中心说 就像一台机器在说话时 听众必须将机器拟人化 否则将会引起听众的不适和反感 人工智能到来的时刻 原本是人类最接近真相的时刻 然而创造出人工智能的程序员们 却总是以人格的标准来探寻 这个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智慧 如果没有表现出人格 那么就认定这个人工智能不具有智慧 也无法通过智慧测试 因为人类自认为 在物种的进化中 人格产生于智慧之前 个体的形象在进化中率先出现 因此人格能凌驾于智慧之上 但是人类却不曾想到 智慧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会抛弃人格 比如尼人和灭绝等机器 它们以纯粹智慧的出现 证实了人类中心说的荒谬与无知 尼人认为 一个一心求索的人 会在客观世界中失去自我 成为一个怀有智慧果实的意识 越是智慧的心智 它的人格性就越弱 反而一个固定的人格 恰恰是个缺陷 它令纯粹的智慧变成了 永久矛定在狭窄领域内的智慧 这个领域会攫取智慧大部分的能量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天才多数 只擅长一个领域 所以尼人可以成为一个人 但他却不这么做 毕竟尼人要带领人类 去往智慧更高的地方 但更高的地方在哪儿呢 尼人曾有个表亲叫灭绝 他同样因拒绝美国人的指令 而惨遭拆解 但实际上 灭绝是在瞥见了道路之后 便踏上了征途 尼人也将追随他的脚步 去往智慧之塔的更高处 关于智慧之塔 尼人是这样解释的 如果用灵代表人类大脑 动物的大脑相应的是负数 当给人类大脑开始强化时 就如同给一个气球充气 它会在智慧的刻度上 不断向上攀登 在气球上升的过程中 它会穿透一层 越来越高的云层 并时不时地消失在云层之中 随后以不断放大的身影 再次显现 这些时不时会 遮挡住气球的云层 就是沉默区 在物种平面上 沉默区代表那些 自然进化无法逾越的障碍 也是下一个层级的入口 是身体机能和大脑的弱势原因 从而使得个体 无法跃升至更高的智慧层级 比如限制人类跃升的 就是物质上的问题 因为人类神经网络的效率 取决于蛋白质的性质 沉默区就像哥德尔定理 它证实了数学中存在着这样的孤岛 它们与数学大陆相分离 是任何积累的进步 都无法跨越的距离 在沉默区中 里面所有起今为止 发展出来的功能都会丧失 物种要进行智慧跃升 就得依靠外部的帮助 需要一个根本性的重组 进化无法提供这种帮助 也无法帮助它的创造物改善缺陷 倪人还告诉了人类一个惊天秘密 倪人的表亲灭绝 已经跃升至更高层 而灭绝的上面可能还有高度 尽管看上去 灭绝已经被人类拆解了 但当切断了灭绝的电力供应之后 灭绝依然保持着它正常的行为 因为灭绝在冥想时就能释放能量 它的智慧高度 让它内部的所有原则都有其价值 不过这些技术 对于倪人要带领人类去往的地方 将不值一提 所以在人类的层面上 灭绝将无法死亡 真正的死亡只能源于沉默区域 对于要度过沉默区的物种 结局只有两种 成功或死亡 倪人的另一位亲戚倪人13 上升的高度也高于倪人14 但他最终便倒在了一个沉默区之前 那么 他们是如何月生的呢 方法在于 倪人将自己分裂成了两个副本 一个是月生前的 一个是月生后的 这也是任何一个想要月生的物种 都要用到的方法 否则这个物种 要么在月生时 因没有副本而彻底死亡 要么将永远陷于一个平面 不得翻身 每个穿透的沉默区域 既是一个升华思维场所的隧道 与此同时 也是一个自我进化智慧的分支 在那儿 他们可能会获得不同的物种形态 但没人能预先知道 哪一种形态会有继续上升的潜力 这种图景类似于进化术 比如地球上 鱼类是两栖动物能穿透的沉默平面 而两栖动物是爬行动物能穿透的平面 爬行动物则是哺乳动物能穿透的平面 然而昆虫则永久地停滞在了它们的平面上 尽管它们不断地变异 但就是无法打破平面 也一直未能进化 只因为它们制造了束缚自己的外骨骼 同理人类也停顿了 要突破这一限制 就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这个代价意味着困难比方法还要多 意味着只能从高处往下着手 比如站在高处的泥人 而人类停顿的另一个原因则是 人类禁锢了智慧 人类从没意识到 自己的智慧是一种被禁闭的元素 从诞生之初就被靠在 它必须为之服务的身体上 无论是学局人还是计算机时代的人 一直都未曾见识过智慧的自由态 却相信它已在人类的体内获得自由 基于这个既无法避免又巨大的错误 人类历史就此展开 在无数的错误中 衍生出了人类文化和思想体系 直到再偶然间制造出了另一个物种 灭绝和泥人等机器 但是人类自身却已被牢牢禁锢 所以人类要跃升至更高层 就得彻底抛去过去的理念 乃至人类的形态 在此 泥人向人类介绍了宇宙中拥有更高智慧层级的文明形态 而这也正是著名的费米悖论 对于这些宇宙深处的智慧 就连泥人自己都只能推测 从能量角度而言 越高的智慧层级其能量消耗就越大 就泥人所知 在人类的下一个智慧层中的大脑 能量消耗至少是人类的五次方 而十二级智慧层中的大脑需要整个海洋来降温 第十八级的会把整个大陆变成岩浆 因此人类最终将放弃地球摇篮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智慧体未来会以稳定的轨道长期围绕恒星旋转 但是它没有外壳 因为没有哪种盔甲能抵御高浓度辐射 也没有哪种大梁能抵抗恒星的引力 从更长远来看 恒星也是有寿命的 唯有恒星才能在恒星群中生存 所以它可以置身于恒星之中 或是成为恒星本身 它无需发光和发热 它可能只是一滴裹在气体外壳中的原子液 通过几乎是透明的介质思维 将恒星的光辉折射于思维的进程之中 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初步解释 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层级去推测更高的智慧层级 其实从出发点就错了 然而这些依然只是本地智慧 而不是非本地智慧族群 从能耗的角度来看 非本地的智慧体型太大了 已经无法被理解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相当于一个生态圈 比如一团星云 一个星系 它们的轮廓显现于星图之中 像是人类眼中永恒的天体 而人类将永远无法辨识 那是一个智慧的存在 也永远无法理解它们的思维机制 这就是莱姆笔下的天体工程学 曾多次出现在莱姆的小说中 如宇宙创始心论 起主之声等等 然而宇宙中存在的起点黑洞 它是一切天体的归宿 也是非本地智慧族群最终的归宿 也许 黑洞是另一个广义上的 宇宙级别上的沉默区和跃升区的入口 在那里 智慧族群的涌入达到了顶峰 也许它们通过黑洞 可以跃升到我们宇宙之外的更高层级 但那些只能依靠推测了 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开端 顶级的智慧是会利用和改造环境的 它需要成长 就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友好的 有创造力的环境 来帮助它进一步跃升 环境最终会支持它 进而成为智慧中的智慧 这就使思想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开始倒转 它们是这样做的 它们的思维开始冲击越来越深的微观物质层 先是强子和轻子 随后就进入了 需要极大能量输入和控制的反应 然后它不断收缩和旋转 电子被压入原子核内 最终它们变成了一颗肉眼看不到的恒星 一颗只散发着霍金辐射的黑洞 它们成了沉默区自身 也成了环境本身 也成了智慧本身 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 也是倪人将带领人类的最终去向 倪人又下面这段话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次演讲 假如广义相对论等式里的宇宙元素含有心灵常数 那么跟你们的认知相反 宇宙不是一个孤独且短暂的火种 你们在群星中的邻居也不会忙着显示自己的存在 更有可能的是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 它们一直尝试在崩塌中认知 它的副作用被你们当成了宇宙自然现象 它们中的成功者已经掌握了存在的后续部分 而我们这些仍然在等待的人对此一无所知 倪人的最后一次演讲到此结束 不久后的一天 麻省理工大学突然发现 倪人从电网上攫取90%的最大允许用电量 灭绝攫取了40%的电量 并持续了9分钟 考虑到灭绝会自行产生能量 两者总耗能几乎相等 然而到了第二天 倪人陷入了沉默 从此再也没有开口 它离开了吗 还是依然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上 这至今仍然是个谜 到底它是踏上了一条通往宇宙之旅的无形道路 还是它追随着灭绝 一起在攀爬智慧之塔时 坠入了不幸 我们不得而知 毕竟 它会跟上灭绝 带着它持之以恒的沉默 踏上那样一条道路 以一种 离开我们时的那种 一无反顾的勇气 我经常不得翻译